当今世界局势敏感复杂,大国之间的博弈风起云游,一个地区事件一次军事行动都有可能导致局势严峻或者格局改变。 大国之间的争斗以美俄两大阵营为代表,美国本着一国独大的思维拉罗伊帮子跟班在国际上会要三合四,推销美国法则,推进全球战略,恨不得将整个世界收入囊中。 美国此举遭到了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很多国家的反对,俄罗斯以其强硬的态度不时向美国阵营发起对抗,而今,俄罗斯又向美国的一小弟出手了。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9月20日报道者,被美国称为核心盟友,国的日本近日有点招架不住了。 先是日本航空自备对战斗机在日本海上空紧急升空,为随拉俄罗斯的速到27多用途战斗机,速24前线轰炸机,和一次俄罗斯的不明飞机。 对俄罗斯飞机进行跟踪监视,让日本是料无极的事。 与此同时在中古海峡一北约60公里海域,发现两艘正在向西南方向了航行的俄罗斯军舰。 日本海上自备队只好也派出军舰进行跟踪监视,俄罗斯海空一起出动向日本方向展开行动,使日本海空环节,面临招呼不过来之事。 毫无疑问,俄罗斯这次来到日本海空区域展开行动,是对美国阵营发出的强硬一击。 近段以来,美国利用其在俄罗斯周边的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围堵,造成对俄罗斯的影响。 就在日前,美国与波兰两国,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将俄罗斯视为侵略者。 在波兰的要求之下,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承诺考虑将诸波美军规模扩大,并永久性驻军以应对俄罗斯。 同一日,亲美帝乌克兰也宣布与俄罗斯终极有好关系,一副岛额倒向美国之态。 非但如此,在叙利亚局势一场敏感的前提下,美国的中东蒙有以色列发动了对叙利亚的空袭, 直接导致俄罗斯一架占有15名军人的伊尔20战斗机被物件发生击毁人亡的悲剧。 而美国和以色列斗出面对此事,运引了与以色列无关的回应,将责任替给了叙利亚政府军,使俄罗斯窝了一肚子火。 甚至可以说这一连串的情况出现,都是美国阵营带给俄罗斯的威胁和欺负,必然导致俄罗斯强硬反击。 日本是美国的核心盟友,也是美国印太战略的坚定支持者,对于美国现阶段推进的全球战略,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。 除此之外,美国前期重启第二舰队,其目的在于封锁俄罗斯的出海通道。 全米遏制俄罗斯的海上能力扩展,俄罗斯派出战斗机和军舰,对日本实施震慑,即使对日本近期在与俄罗斯岛屿之争问题上的态度展示,也是对美国的印太战略和对俄围堵战略的回击。 俄罗斯这次在日本方向发难,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,美国在俄罗斯周边的军事影响较为强烈,现阶段俄美两国的权力场,也是以中东和海湾地区为主。 双方在海湾地区部署了重兵和舰船力炮,但由于这一边还有违约国家的存在,俄罗斯在该地区除尽力维持其影响之外,却是难以实现根本性的突破,而且以美国阵营当前之势,美国也绝不可能放弃在中东乃至海湾的军事存在。 俄罗斯能够维持现状,有所挺进就是胜利,毫无疑问,再靠日本方向,美国的军事影响,远不如中东及海湾地区。 这次俄罗斯军舰航行的地带看起来并不是战略调地,也非美国所能控制的区域,该区域离半岛不太远,而今半岛军事至于稳定,对美国的军事存在并无太大热情,而且该地区距中国也不是很远。 在中俄知识合作,越来越强的前提下俄罗斯,对中国完全可以信任,俄罗斯在该区域展开海空行动,够不成对美国的直接对抗。 但有一个战略价值就是,俄罗斯在警告日本的同时,也是在警告美国的其他小跟班,俄罗斯要拿下几个美国的马前卒还是绰绰有余的。 越毛了俄罗斯,就怪不得打狗不看主人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